來到了我們九尾的生煮排 結果這次影片到最後 最賣的是這個鍋 這碗心情超過月經來的時候 喝的心情快超好 我很喜歡這碗 我現在要吃紅豆子米 哈囉 喔 它的豆花豆本人 大家好 我是沈 來到了我們九尾的生煮排 讓大家久等了 真的非常的不好意思 10月的時候 準備了太多太多的大片 就沒有這種溫馨的小片 11月等於算是一個新的開始 新的開始我們要找回初心 找回初心要做什麼呢 就是要做生煮排 但是今天的生煮排有什麼不同 今天的生煮排有財神 今天的財神呢 是甜品 是良品 良果甜品 今天的財神是優果甜房 優果甜房是專門在做甜點的 在7-11就可以買到的 加熱甜點 你要冷冷吃 冰冰吃 熱熱吃 都好 不過如果只有單吃這個 Boring就不是我 所以我今天 等一下要吃一口才對 回歸正題 我們還是要做生煮排 畢竟我們是從傳小傳室夜市 多走紅的人們 不如我們就來還原夜市小吃 怎麼樣 你們要走紅嗎 小走紅 小小的走紅 我們就要來還原夜市小吃 讓你在家不出門也能吃小吃 我們今天要做什麼呢 大家猜猜看 大家看標題就知道了 我們就是要來做 Razen根 鹹水雞 鹹水雞 是吃冰的 有點不適合冬天 所以我決定做加熱版的鹹水雞 鹹水雞 基本上在網路上看到會是蠻多做法 用電鍋做 可是因為我們家廚房不大 所以我沒有再買電鍋 那我相信有很多人家裡沒有電鍋 大家可以去買像這種鍋子 上面可以放一個蒸籠 這時候你就可以同時完成這一道菜 結果這支影片到最後 最賣的是這個鍋 鹹水雞雞肉的部分 你可以買雞胸或雞腿看你開心 肉上面畫個兩三刀 如果你是用電鍋的話 你就是還是要一個容器 你不可以直接丟在外鍋 你需要一個內鍋 用一個碗 把雞肉放在碗裡面 加入米酒 有點泡到他們的感覺 這樣就可以 接著打鹽巴 鹽巴也是 你喜歡鹹一點就多一點 起來之後覺得不夠鹹再加 這都沒關係 我這個滿聽感覺的 雞肉就好了 就把雞肉放在這個上面 接下來我們就是切菜 這個大小有點比較不平均 就是同一盒裡面有 大朋友跟小朋友 我個人呢 非常不喜歡玉米筍 太大根的時候 裡面會感覺 有點比較不熟的感覺 所以我現在要把 比較粗的玉米筍給 切一半 你們知道怎麼吸花椰菜嗎 花椰菜的外面會有一點 比較皮乾硬 如果你們想要吃到很嫩的花椰菜的話 外面這個皮 要把它淺淺的消掉 然後你就會看到裡面很嫩很嫩的花椰菜 你今天想到要放什麼東西 其實都可以 吃完就是一些圓形食物之後 你就會覺得 好像再來一個甜的 也不會有什麼罪惡感呢 我想吃什麼就吃什麼 因為這就是命 剛剛太貪心了 所以我覺得我現在好像 有點不夠位子 高麗菜我就隨意一些就好 加水要蓋過它 假裝 現在我們先假裝有蓋過它好不好 有點醃過它 就可以把它放上去 放上去了之後呢 你就可以拿去你的瓦斯爐上面開火 它就會同時同步一起蒸跟煮 等一下它好了 就可以把它拿起來吃了 這一道菜就是不要像我這樣 五四三在那邊冷稍微 其實大概五分鐘就可以把料備好 拿去瓦斯爐上面放 然後我們就來做它的佐料 鹹水機的靈魂人物就是那些佐料 甜鹹的醬 沒錯 雞肉在蒸的時候它會自己流出雞汁 有酒嘛 那有蒸氣就會還是有一些水 然後水乳 交融在一起之後它就會自己產生出雞汁 但是呢辛香料是不可或缺的 我們就準備了 算 這些辛香料是等一下混到那個雞汁裡面 把這些東西弄碎 這些東西呢你可以放在同一個容器裡面 這是沒有關係的 因為你等一下還是要把它們混在一起 不用想說那我是不是這三個東西 還要再找不同的盤子呢 不用 不要洗那麼多盤子 又不是每個人家裡都有洗碗機 像羊繩一下 薑一樣削皮 大概切個差不多就好了 有味道就好了 你要蒜米也可以 啊你要這種蒜塊 還吃得到蒜的也可以 因為有些人可能比較喜歡有口感的蒜 冷鮮水機好了之後 再把這個辛香料倒進去 然後就做好了 是不是你也會做 你有沒有覺得這樣很簡單 還滿簡單 但是我就是切 你不會進廚房 我們就是要等它好了之後 才可以開始享用 那在這個時候呢 是不是有點無聊 有點無聊的時候可以幹嘛呢 你們是不是以為我要說可以吃甜點 No 我們還有下一道 蚵仔煎 蚵仔煎算是一個我覺得還滿在台灣具有代表性的小吃 我覺得台灣人真的很棒 為了因應有很多人不吃蚵仔 他們就開始發展出像是蝦仁煎 蛋煎 蛋煎 今天就先做一般的蛋煎 我要用蚵仔煎粉 這一包的使用說明 包括醬都已經寫在後面 我覺得so sweet 那我們就把小白菜給切小 你好會切小白菜喔 請準備125的水 然後加入50克的粉 我最近買了一支湯匙 可以量顆度 那可以量顆度 可以量重量 那25 好 就把它扯扯了 喔 好稠喔 這個 需要推開耶 欸 廚房做事難免嘛 把它攪勻了之後就可以放在旁邊 接著進到了 山海醬 欸是海山還是山海 不好意思我剛剛一直講錯了 人家叫做海山醬 不是山海醬 ごめんなさい 市面上我在賣這種已經做好了的海山醬 你不想你要自己調配的話你其實可以買 蚵仔煎很簡單 醬很麻煩 就是 又不算本島 又不算本島 因為老實說蚵仔煎的完成度其實在於那個醬對不對 醬不對勁 整個横槍走板都有可能 但是我也不確定它現在上面給我的這個做法是否為正確 那沒關係我們就來調調看 番茄醬需要5克 哈囉 我昨天齁就想說 要買那個 開個店看看 好5克了5克了 我好累喔 不是我昨天就想說 要不要買那種擠的那種番茄醬 然後我就覺得 啊這一瓶看起來比較漂亮 我就買這一瓶 我剛剛後悔的半死 甜辣醬的部分10克 我現在已經擁有了5克的番茄醬 我要加到15 醬油膏 醬油膏要10克 加入200克的水之後 居然要加20克的糖進去 很多欸 那接著呢我們就要轉站去廚房 因為這些東西已經調配好了 直接下鍋就可以囉 GO 今天這鍋正在蒸煮的同時呢 就來做蚵仔煎 在你的油鍋裡面下油 油鍋下了油之後呢 再把鍋打開 等油加熱 這個糊啊 它非常非常的容易沉澱 所以你在下鍋前 一定要攪拌 然後 倒進去之後你可以把它稍微推平 這時候老闆就會下小白菜 然後跟什麼呢 把蛋敲進去 敲 敲 敲了之後呢 把它劃開 有沒有 有沒有額尖感 如果你想要吃酥酥脆脆的建議 大家就是油要夠多 旁邊才會酥脆 阿囉 好像有在醜喔 幹 等一下 但是很荒唐 手忙腳亂 手忙腳亂 這樣為什麼要追求翻得漂亮 是沒有啊 因為你上來之後都會淋那個糊糊的醬啊 我只是想笑你 我們差不多了之後就可以把它裝攤 蛋煎就做好了 接下來要做醬 然後火就好了 剛剛裡面有加糖 所以糖 它需要融化要加熱 那你在這個時候你還是要加入勾芡 就可以依照你要的勾度去加它 海山醬的部分你只要把勾芡劃開來 其實就可以了 上面的肉已經熟了 我們這時候就可以關火 把水沥掉 汆燙就好了 但是我剛剛泡太久了啦 雞肉拿出來 很香耶雞肉 剛剛的這一碗雞汁 湯進來 清香要加進去 辣辣欸 真的有香味出來囉 把你的蔬菜給放進去 還要再加一個白胡椒粉 才會香 等一下真的不夠 我們再來加鹽吧 好 我們先來吃鹹的 等一下再來吃甜的 喔 就那個味道 嗯 嗯 我覺得可以再鹹一點 嗯 但是好吃欸 是那個味道 真的是那個味道欸 對啊 上面的巧克力確實在 鹹一點 重一點對不對 柯仔煎粉做的柯仔煎 彈煎 怎麼樣怎麼樣 嗯 不错耶 有那个味道耶 那包粉有什么魔力吗 那个好吃耶 你调的酱是对的耶 但是我想要吃吃看市寿酱 市寿酱有一个死咸味 然后市寿酱比较辣 肉长可能会比较适合 它是甜辣酱啊 我自己调的酱好棒喔 就是外面店家跟麦克里 我是真的在吃耶 嗯 我现在吃完了咸的 我们要来吃甜的了 大部分人的规矩 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 接着我会开箱试吃 幽果甜方的四样商品 黑糖豆花 仙草丼 椰香紫玉露 红豆紫米汤 我先来吃仙草 一开始你买到的会是仙草丼 他们家是使用仙草干熬制而成的 仙草原汁制作 加热之后就会变成烧仙草 有一个仙草的仙草味在 还是有甜味 不会是那种苦的仙草感 它本身是做仙草丼 加热把它变成烧仙草之后 会有点空虚 因为它里面没有料 所以我觉得 大家平常自己在家里 可以去买一些像是 即食珍珠 或者是你可以买什么 汤圆 冬至的时候 你就可以把汤圆加进去 是会有一个仙草味在的感觉 对 有仙草香 其实是蛮香的 仙草丼本人里面是有附奶球的 我觉得只要有奶精球 一切就会很完美 而且它一颗很大颗 它的这个不会有那种太甜点的感觉 因为有时候你就是想要吃一个甜点 但是你不想要它整个让你的舌太太厚 我觉得这个很刚好 仙草的话我喜欢它是仙草丼的时候 这个的话呢是 椰香紫芋露 我觉得它里面有点成糙 因为它里面有 西米露 芋头 紫米 红豆 太忙欸这一碗 这个很好喝欸 可是它的芋头不是棉的 它的芋头是脏脏的那一种 就是咬下去之后会有点崩解的那一种 这碗心情 差不多月经来的时候 喝的心情快超好 我很喜欢这碗 这碗我可以买六个放在家里 一周吃六次 我现在要吃红豆紫米 红豆紫米里面就是有红豆跟紫米 我自己加了一些烤麻糬 红豆紫米是我现在吃的三个里面 我觉得甜度最高的 好爽 我今天本来想要买那个日式烤麻糬 可是日式烤麻糬好像不是一个超商会常备的商品 所以我今天是买宁波年糕 然后放到烤箱里面烤 好好吃喔 你在家里换一个容器吃 你不觉得心情很好吗 你当然也可以用原本盒子吃 但你也可以就是 譬如说午后你想装一下的时候 你也可以换一个杯子 你心情就会更好 你如果需要上凡街 你捨鬼的现实动态的时候 这个东西你可以混搭 你可以把豆花当成一个料 然后你想要吃红豆豆花的时候 你就可以把红豆夹进去豆花里面 这样你就会有红豆豆花 好啦 那我要来吃黑糖豆花了 现在看起来非常的朴实 他们家的豆花是用很占的豆汁制作的 老实说如果要排名的话 豆花的确好像是我的甜品里面 比较厚面的 但是像豚跟凡 他们就还蛮喜欢吃豆花的 豆花跟那个仙草我都不喜欢 嗯 喔 它的豆花豆本人 就是豆浆欸 就是豆味 它的豆花本人是很纯粹的 因为有些豆花本人会带甜味 但是它是那种 算蛮没有味道的豆花 所以要用外面的糖水来补它的甜味的那种 你试试看 拜托你跟我讲一下它的豆花质地 它这个东西本身就是一个不甜的中华豆花 它的质地是中华豆花对不对 我觉得蛮接近的耶 过着糖水吃的还不错是 嗯 我最喜欢哪个啊 我想一下喔 我个人呢 是非常喜欢紫米的 可是我个人不是很喜欢红豆 所以当红豆配紫米的时候 我会没有那么喜欢 所以我的第一名会是 野香紫玉露 嗯 冬天就是要吃到热热又可以咬的东西 所以我冬天的第一名 会颁发给 野香紫玉露 我一定想去把它热一热欸 我去热一热 现在真的是冰澡 对啊 就在我们加热 野香紫玉露的同时呢 徐先生把我的豆花给拿走了 我现在要来吃热热的紫米粥 我看你幸福程度会不会爆表 很好吃欸 就跟我想像的一样 就是冰的也很好吃 但是热的会更爽的那一种 它的芋头微波加热之后 会从比较松一点的 化到比较绵一点的那边去 所以我觉得热的芋头比较好吃 嗯 今天的神厨排已经做完了 蚵仔煎跟咸水鸡 还开箱了四个甜品 我觉得我非常的棒 咸食我觉得真的是麻烦大家 把材料买起来做起来 咸水鸡我超推荐 瘦身的水美美做 完全赞 因为就是食物的原型 然后也不用加太多的什么 调味料或者是有的美的 总结一下这四个甜品好了 我个人个人最推荐的 会是椰香紫玉露 毕竟我觉得这个东西 不是你在哪里都可以买到的 我觉得它算是蛮符合 如果你想要找一个热热甜品的时候 它可以抚慰你的心的那一种 红豆紫米粥 因为我吃过去年 我觉得它有比去年好吃 去年我吃的时候 我记得有点稀 可是我觉得它今年有比较稠一点 相信这两款甜点都是属于那种 冬天热甜点的好朋友 仙草丼的话就是我自己 比较喜欢它在冰的状态 豆花的话 我就是觉得它就是一个 比较朴实 没有什么杰出表现的豆花 它算是这一家人里面 表现最不出色的那个朋友 我觉得大家就是依自己的喜好 你喜欢吃豆花 你还是可以买豆花来试试看 但是我个人就是非常的 推荐野香紫玉露 我觉得野香紫玉露 现在有点攻占我的心 只要在水粉就可以买到冰冰热热 每个都好吃 优果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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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回见 拜拜 今天的财神就是 凉 看我哪有 凉果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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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今天的财神是优果甜坊 又查了一下阿明师到底是谁 结果我发现 之前我去金山想吃的泰式料理店 居然是他开的 可惜那天吃太饱 我想下次还有机会去的 优果芾